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支架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盲二百斯 王子才能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 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四十几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 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 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个尿剂 今次和大家介绍这个尿剂 这个尿剂 叫做碳椎毒 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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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家都听过 有时候 在新闻 也有些报道 有些人 就是会用这些碳椎 寄一些碳椎 是一种毒物 一种很毒的东西 来到希望传播这种碳椎的病 这个尿剂 这个同类疗法 安菲 就是这个碳椎 那些病毒里面 是做出来的一个尿剂 但是你记住 同类疗法的尿剂 本身是因为经过无数次的稀释 和充能的制作过程 它是不会有任何的 本来的成分的存在 我们只是利用这个 那个物质的气 中国人所说的气 这个气的能量 它会来到医病 好了 这个碳椎毒 通常是医一些什么症状呢 其实主要是医一种 我们叫做 恶性的浓泡 你知道身体有些皮肤问题 出现那些 出现那些 单独啊 或者折 boils啊 或者gangrene啊 壞椎啊 那 或者是carbunko carbunko carbunko是一种 涌 就是这个皮肤的 溃烂啊 这些这样的症状 那如果你出现呢 就是 一轮一轮的 那些 折啊 或者浓泡 我叫做 惡性的浓泡 就是很腐烂的 是很 很严重的 而且很痛 而且是一种 消痛的 那 这种这样的皮肤的折啊 boils啊 滑椎啊 惡性的浓泡呢 呢 amphicillin 碳椎毒呢 是一个 主要 和经常用得着的疗劑来的 那这个就是 第一 那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是可以 直接就是医 那个碳椎病 就是 语毒公毒的概念 是 这个碳椎 这个碳椎病呢 本身是一种 动物的羊的一种疾病来的 好了 另外一个症状呢 就是那个 我们的身体的组织的硬结 就是有时候呢 会出现了 滑羊啊 比如说出现了滑羊 跟着呢 变色了 那又越来越变黑了 那跟着呢 就变成成 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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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围绕这个的 滑羊呢 就开始呢 就结结硬快了 那在这种这样的 症状之下呢 组织的硬结呢 我们都可以 考虑用这个 碳椎毒这个 这个疗劑的 好了 另外一个情况 我们会用得着的呢 就是 处理一些 啊 黑的血 黑的流血 黑色的流血 那 在同样的疗法 有另外一个疗劑呢 我们叫做 Crocus sativa 是 翻红花 Safron 这种这样的 的疗劑呢 Crocus sativa 都有这种 这样的症状的 那 主要是一种 一种滲出来的 黑黑 那些 调形的 调状的 黑色的血 那 Crocus 这个疗劑 翻红花 这个疗劑呢 通常我会用在 一些子宫的毛病 子宫萎烂 发臭 是癌症 那流出一些 黑的 条状的 血呢 那我们就会想到 Crocus Crocus sativa 这个翻红花呢 是一个主要的疗劑的 好了 当然啦 皮肤的极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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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疗劑的疗劑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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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疗劑的 其他 都可以 考虑用在 皮肤这类的问题 的疗劑呢 就包括呢 就 Tarentula 就是Tarentula 就是西巴牙蜘蛛 这个毛蜘蛛呢 有两种 一种是西巴牙 一种是古巴的 西巴牙蜘蛛呢 Tarentula Hexpanica 就是 就是 医这些这样的皮肤 那些 骯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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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的 而西巴牙的 古巴蜘蛛呢 是医那些 很多是过度会药的小朋友 那就是有些不同 那将来有机会 你可以学得到 这两种疗劑 在另外的 我会个别再和大家介绍的 好了 那 至于一些其他的疗劑 我们要考虑呢 是处理一些 严重的 折 有很痛的折折呢 我有很多疗劑 我们要考虑呢 是直 Silica Hepasulf 那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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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pasulf Beladonna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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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cal 对很多这些 这样的 折 Boyose 都有帮助的 尤其是 这些 Boyose 这些折 是成身性的 很大化的地方都有的 那当然 Calcium Sulf 那个流化鈣 都是一个 很好的疗劑 就是 Hepasulf 这些 都是处理一些 有些 化浓的 化浓性的 的 的 瘡 那些 濃泡 那样 那就是说呢 在同一个疗法呢 我们遇到这些皮肤的问题 都有好几个疗劑呢 我们可以考虑 要小心去辨证 最重要呢 是 什么时候我们会考虑 用西巴牙蜘蛛 Tarentula 和Amphicillin 碳醉毒呢 就是 当我们那种 症状的 关键的症状呢 是一种 灼烈的痛 Burning pain 还有呢 那个皮肤呢 是很敏感的 不想 HIGH HIGH 都不HIGH到的 那很多时候呢 那个病人呢 是不喜欢那些衣服 就是 HIGH到他的 那很多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他们会将 这些皮肤这些 潰烂啊 很多一些 潔啊 那些壞醉 很肉酸的皮肤呢 它宁愿暴露出来的 就是它不会 它宁愿打开的 它都不想拿衣服 盖住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通常发现呢 衣服 是很不舒服的 OK 那你遇到这些 这样的情况呢 你记住呢 两种疗剂 碳醉毒 Amphicillin 和 Tarentula 那个西巴牙 自主 在我过去呢 处理过很多这类的 的毛病 那些皮肤病呢 很多时候呢 这些病人呢 是过去呢 用过很多很多的抗生素 不断的医药去打压它的 但问题呢 你拿抗生素 打压一轮呢 它又复发 打压一轮都复发的 结果我最后呢 我也是用了 这几个同学疗法的疗剂 那些 Tarentula 那个西巴牙之珠 和 碳醉毒呢 是帮这些病人呢 是一种 强患的皮肤病呢 是彻底 医好他们的 那所以呢 在同学疗法呢 是可以这样说 是那种 那种 效能呢 是很 很惊人的 对一些 慢性病啊 是真正可以 帮你去 医治好它 不是只不过是打压的 表面的症状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 用到这个疗剂 帮助大家 相关的问题 袁医生 刚才介绍了的 同类疗剂 觉得 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 零丹妙药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法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 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 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